一夜一间上海的疫情形势扭转 到处都在封 很多朋友都被封在家里 两天是起步 有的已经比较长了 那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 已经叫动态双清零的状态下 怎么突然间又形势大变呢 这个跟有很多人 搞花式造假有关系 警方今天上午开发布会 通报了上海警方严查严处 带座核酸等涉意违法犯罪 9月以来上海市公安机关 已经查处了带座核酸 涉意诈骗 执受假虐防御物资等涉意案件 80余起 追究120余人的法律责任 其中两人被刑事立案 这里面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带座核酸 因为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义务 尤其是大筛的时候还大清早爬起来做核酸 就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带座核酸 你没做就不会做嘛 那你为什么要带座呢 但是往往就是一些对自己身体怀疑的人啊 他就觉得那我得让人帮我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所以会请人来带座 而那些被请的人呢 虽然不情愿 但是呢 确实没有扛住一些诱惑 或者一些这个想法 去以身试法 那铤而走险 那最终呢 落得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那总归是会被抓住的 那你这个其中就曾经有过核酸检测公司的四名员工 互相带座核酸检查 这样还丢了工作 还有小区核酸的志愿者 主动为朋友去扫码 瞎扫码去做核酸 那还有社区医院的员工替同学做核酸的 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令人觉得 哎呀 太不应该了 是吧 就为了图 求个方便 图个审视啊 什么的 就就要这样做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有常态做的 但是警方说 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现真实行为 应该是朋友间开玩笑 说了这些话 但是确确实实会有一些少数的网约车司机啊 配送基地人员啊 这些重点行业的人员 企图通过这个带座伪造变更核酸证明的方式 蒙混过关 那其实最近啊 这个警方公布的案例里面 有一例是这个保姆为雇主去做核酸的 那竟然做你带座就带座啊 他在同一个核酸检测点通过益装的方式啊 换一件衣服啊 来来带座 仍然是天网会会说而不漏 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给拍下来了 真是这个机关算尽啊 当然还有这个最近发生的一起 韩某让在核酸检测点工作的男友陆某带座核酸啊 这人上飞机前发现啊 自己这个核酸证明过期了啊 赶紧让自己的男朋友在核酸检测点工作的男友自己带座一次啊 人家自己捅自己捅完以后把这个证明发出来啊 那你这个人还在外地呢 这边核酸证明都检测都做了 这个时间对不上啊 所以你想想机关算尽 是吧 还有最近的这个证券公司的啊 夫妇请朋友去带座啊 还是高管 你说啊 这个一点做人的良知都没有啊 自己觉得不舒服就要证明一下 是吧 不要对社会面引起影响造成影响 所以这些行为啊 都应该是公民应有的觉悟和应尽的义务啊 不要在自己这里把这个疫情制造缺口制造漏洞 都好 明明